大家好,今次我分享的是炒米粉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炒米粉 其實在家中自己都可以用鐵鑊做一個很香的炒米粉出來 炒米粉如果不是容易結鑊 即是像我今次用鐵鑊 它有個風險就是會黏底 今次主要就是分享在家怎樣用鐵鑊、炒米粉 而不會黏底又不會斷 自己做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放很多料 先介紹一下,你正在看的最愛主食男頻道是以煮食為主 另外都會有飲食和去旅行的分享 看完影片喜歡的請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你就會收到我每個禮拜上載新片的通知 多謝大家 今次我用了日本火腿 但其實用普通金會牌火腿就可以了 另外我會加些蔬菜 今次就是用了椰菜 和搭了少許紅蘿蔔切成的條 紅蘿蔔的作用其實是裝飾居多 然後這個就是調味 這裡有雞粉、鹽、糖和胡椒粉 分量就看回畫面 我把這些調味拌勻 最後還有兩隻雞蛋 這兩隻雞蛋就用兩隻手指黏少許鹽 加少許鹽然後就發勻 如果有些蛋白發不勻就夾斷 然後再繼續發勻 然後用大火煮滾水 滾了水之後 記住要關火 關火關火 我們不是煮米粉 要浸米粉 然後就放米粉下去 就浸它兩分鐘 記住是關火放下去浸兩分鐘 不要煮 然後你就拿一雙筷子幫手鬆一下它 米粉不同的牌子浸的時間都可能有些不同 這隻天鵝排浸兩分鐘就差不多了 記住做炒米粉是浸它們 不要煮它們 要不然你煮過太軟就很難炒 好了浸了兩分鐘 現在就找個燒機 放些米粉下去 停乾它 米粉放在燒機 就燉一燉它們 然後就略為攤平 然後拿一塊濕布 或者像我一樣 拿一塊濕的櫥子 就蓋緊它們 這樣放在這裡 焗著它們大約十分鐘 十分鐘之後 就可以拿走那塊濕的櫥子 現在米粉的狀態就是這樣的 帶點彈性的 這次我用鐵鍋的 用中火燒熱鍋去 加些油 油不能太少 因為它不是熱鍋 不夠油都會黏的 但是最重要是你的鍋要夠熱 雖然我用中火 但是要燒到它夠熱的 記得是夠熱夠熱夠熱 夠熱那些米粉 待會放下去 才不會黏底的 即是米粉不黏底 最重要是你的鍋 是夠熱和夠油潤 我用電爐 煮了兩分鐘 才夠熱 用明火就會快些 如果你同學一樣用電爐 記得放米粉在中間 因為用電爐 旁邊是未必夠熱的 放了下去 不要動它 每邊煎它們二十多三十秒 這樣就調整個快些的鏡 煎麵粉炒之前 煎香它們兩面 出來的效果香很多 好 夠時間反轉第二面 看不看到 絕對不黏的 如果你的鍋夠熱夠油潤 它就不會黏的 另一面也是煎它二十多三十秒 那還是調整一點快鏡 好 搞定 現在就把米粉拿上來備用 看不看到 一鏟就起乾淨 即鍋夠油熱夠油潤 基本上你就不用怕了 另外我記得有網友問過我的 他PN問我 他說其實米粉可不可以炒了 最後才把材料放進去 其實是可以的 都是那句 這鍋要夠熱夠油潤 你就可以在這裡炒到米粉 所以我把米粉回一回鍋 炒幾下給大家看看 都是用長筷子炒 這樣就方便些 夾高它 整鬆它 拿高放低 拿高放低 讓它鬆一下 其實我不是說有很多油在鍋裡 當然都不可以好像容易掉鍋那麼少油 但是你真的做到一隻鍋夠熱夠油潤 它是黏都不會黏的 夠熱夠油潤這樣去炒米粉 炒米粉 那它就不會黏的了 這步不一定要做的 因為我的做法之後會再炒的 不過有網友問到可不可以靜炒米粉 那就做一做給大家看 但是我不搞到它那麼散 因為待會還會回鍋炒的 那現在就 撥起它備用 再說一次 這隻鍋夠熱夠油潤就不會黏底的了 鍋就不用洗的 用滾水沖一沖抹乾就可以繼續煮了 除非焦了 那接著就煎了蛋先 那繼續用這個中火燒熱它 那也要放適量的油 好了夠熱了 記住 所有東西都要夠熱了 那現在就可以倒些蛋液下去 用這些鐵鍋炒蛋就很簡單 它底層熟了你就把它倒在底層上面 如此類推 逐層逐層地堆下堆下堆下 這樣就會炒熟蛋了 蛋熟了 現在可以在鍋裡拿鍋鏟弄碎蛋去 我喜歡吃炒米粉的時候 咬到蛋是實實在在的 所以我就不會弄到它們太碎 我就喜歡大件一點 不過這些是很個人的 你喜歡小一點的就弄小一點 好了搞定了 那現在可以把蛋拿上來 待會再回到米粉裡 接著就放少許油 今次放少許油就行了 因為炒很少東西 炒蔥白和炒火腿 這兩樣東西就不用炒那麼久 炒它們20-30秒左右 蔥白就很容易熟 火腿我用這隻本身就熟了 所以炒一炒就可以了 主要是想炒香它們 好搞定 這樣就拿上來備用 接著就放足夠的油 今次要多一點點 因為今次炒的東西比較多 是炒過椰菜和紅蘿蔔絲 繼續都是中火 那就等這隻鍋變回 夠熱了 現在可以放些椰菜和紅蘿蔔下去 炒香炒熟它們 用這些鐵鍋炒菜就特別香 但不要像用熱鐵鍋的奶奶走 因為它也有機會會焦 所以真的要繼續炒它們 用這個鍋去煮那個日式炒菜 就很好吃的 我之前有個食譜很容易叫我示範 找天我再用這個鐵鍋炒一次給大家看 炒了分多鐘左右差不多了 我不要那些菜太軟了 它熟就可以了 因為我喜歡吃炒米粉咬到一些比較爽的椰菜 硬就當然不行 但是我都不喜歡太軟了 好了現在加上米粉下去 可以調小一點點火 調去中小火 先把米粉先兜幾下 拿個鑊鏟兜兩三下 等它隨便和菜混合了一點 然後就可以加剛才混好那些鹽糖胡椒粉雞粉的調味下去 然後你就拿一雙長筷子去鬆開米粉 一邊鬆一邊炒 現在有些菜一起就容易鬆一點 所以我說剛才不用鬆著 現在才鬆 它有些拌菜墊底沒有那麼容易刺 但是它始終不是熱結鑊 你都不要那麼大安置意 你都要不斷保持著鬆開它和夾起它這個動作 雖然用鐵鑊比起用熱結鑊 注意的事情要多些 但是用鐵鑊炒出來真的香很多 熱結鑊做不到那麼香 不過熱結鑊就簡單點和少油點 都是我片時常說的那句 每樣方法它都各有個好處 米粉鬆開它鬆到差不多了 還有調味都拌勻了 現在就加上雞蛋火腿 蔥和狗黃下去 然後將東西兜一兜均勻它們 最後加入少許麻油 然後開回中大火 再將所有東西炒勻了 辣香了 這樣就可以上碟了 但是開回中大火就小心了 要快手少少了 還有麻油最後加就特別香 你早下就沒那麼香 好 輕輕拋它兩下 這樣東西就更加均勻了 這個新鮮熱辣的多料炒米粉就完成了 自己弄的多料 讓我炒米粉出來給大家看 米粉還在這裡 熱辣辣炒米粉上碟了 其實我覺得它除了做早餐之外 做下午、夜晚都是沒問題的 尤其是你自己弄可以加的料比較多 即是就算做晚餐都飽的 炒完之後大家看一下鍋底 都是比較乾淨的 最後灑少少少芝麻在臉上 除了漂亮些做裝飾之外 吃起來都更加香 還有擺個芫荽 整碟東西就很漂亮了 這個家製的竹鳥炒米粉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今次的炒米粉 請讚好、分享或留言 還有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鈴鐺 你就會收到我每個禮拜上載新片的通知 最後夾少少被煙沒的米粉出來給大家看 那樣子就是這樣 那好啦,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